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后 以军继续空袭加沙地带 那么有一个国家的总统就发出了罕见的威胁 以色列紧急回应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本期话题我们继续说一说 这个联合国关于巴以的停火决议 不久之前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涉及加沙地带的 立即停火决议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停止空袭的行动 再次针对加沙地带发起了大规模的空袭 那么除此之外 以色列军方还公布消息 在不久前的一次空袭中 哈马斯三号人物绰号影子人的马尔万伊萨遇袭身亡 那么从以色列的做法来看 很显然他们是不打算遵守安理会的立即停火协议了 坦白来说 对于以色列的强硬态度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所以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表示 哪怕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这项决议 但是以色列不太可能完全遵守决议 或者说遵守也会大打折扣 之所以这么说是有理由的 以色列政府进攻加沙地带 曾经是当众许下过三大战略目标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反复的提到过 就是要彻底的消灭哈马斯 解救所有的人质 以及战后管控加沙地带 但是到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几个月过去了 以色列是一个战略目标都没有实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色列政府是不可能完全来遵守协议的 换而言之 哪怕以色列听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进行停火指战 但是接下来还是会再次掀起战火 除非内塔尼亚湖下台 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然而以色列这么猖狂 也不是没有人能治他 就比如说这个哥伦比亚 根据参考消息的报道 日前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就表示 如果以色列不遵守立即停火决议 那么将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 他还表示会敦促其他国家一起行动 不停火就断交 不得不说佩特罗的表态足够的强硬 面对佩特罗的强硬表态 以色列外交部立即在社交平台上就回应了 强调以色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和威胁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南美国家玻利维亚已经宣布和以色列断交了 那么现如今哥伦比亚也释放了警告信号 这对以色列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一个国家断交可能不会对以色列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 大量的国家和以色列断交 那么以色列将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以及经济压力 毕竟我们都清楚 在全球化的时代 一个国家想要长远的发展 就得搞好对外关系 当然对以色列来说 真正强而有力的威胁应该是要来自于美国 只要美国同意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 以及经济援助 那么以色列政府只能是被迫停火指战 基于此 在我看来这次安理会的决议 美国以弃权的方式默认决议通过 那么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美国是有必要承担维护决议有效性的责任的 简单一点 美国需要带头警告敲打以色列 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之下 美国有必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 迫使以色列停火指战 否则安理会决议无法得到执行 丢的不仅是联合国的颜面 丢的也是美国的颜面 不过就像我之前的节目里面说过的 想要美国下决心来敲打以色列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国这次投的是一个弃权票 主要也是为了挽回一下自己的形象 挽回一下拜登的支持率 至于是否真的会停火 美国并不关心 好了 本期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大家认为美国是否会针对以色列采取行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